俄乎戰爭還在進行當中 而俄羅斯他們其實擁有一艘 全球最大的核潛艦 現在很有可能也會加入戰局嗎 今年七月份才正式服役的 這艘核潛艦呢 它叫做比爾哥羅德號 而且它不只是全球最大的潛艦 還能夠搭載六枚的海神超級魚雷 而根據義大利媒體的報導 北約的情報部門呢 他們最新的消息顯示了 這一艘潛艦目前已經回到了北極海 所以他們很擔心俄羅斯可能正準備 進行史上第一次的海神超級魚雷的測試 那什麼是海神魚雷呢 光聽這個名字就知道它的威力 應該是非常的驚人的 這是一款可以攜帶 一百枚百萬噸核彈頭的深海魚雷 而且俄國官方宣稱 他們可以從一萬公里遠程來做發射 甚至可以製造一百公尺高的海嘯 所以也被號稱是末日武器 那所以呢雖然說俄羅斯他們有超級核潛艦 但是目前在主戰場看起來確實有點力不從心的 因為烏克蘭軍隊又有了重大突破了 而且這一次呢還是有俄國的官媒來證實的喔 南部的大臣赫爾松呢他的親俄的首長就向媒體來證實了 他說烏克蘭的軍隊目前已經收復了聶伯和附近的很多村落了 而且呢是一路推進到了這個杜德恰尼村 等於是一天呢就挺進了40公里遠 而這個呢也可以說是戰爭爆發以來 烏克蘭在南部戰線的最大突破了 那除了俄國和烏克蘭以外 東北亞的局勢最近其實也很緊張喔 北韓十天內第五度試射了導彈 今天一早從內陸的慈江道朝日本海發射導彈 飛行距離超過了4600公里 高度達到了1000公里 導彈甚至還穿越了青森線的上空 那麼當時日本全國立刻警報聲大作 日本政府也對北韓表達強烈的譴責